看一下瑟瑟这边开局往无敌房里走 哎呀瑟瑟最近比赛我发现他没那么欧了 瑟瑟你变了啊兄弟你变了 最想要的人撞不到脸了 这样的话介师离他已经拉开了个很远的点 而且这把小迪的玩法还挺欣喜的 在这个小门这儿蹲着不动 开启了隐藏模式 那这样的话他可能要逛很久啊 而且女巫的话不一定会带这个淬火啊 女巫一般都是不带淬火的是吧 哪有带淬火的女巫 50秒钟找人等于崩啊 这边超级已经被什么人断了 然后寄生一个什么人 这个时候介师就可以出去了 往沙包废墟里边拉 已经娃娃丢出来 然后本体一个翻转加速跑去修机 娃娃现在已经开始起修了 现在依旧没有找到介师 这把瑟瑟基本上开局已经是给自己 给对方的三出已经是稳了 现在能不能四出还是要看啊 这边瑟瑟既然选择要抓什么人 那我感觉基本上已经无了 什么人还挖了一个铲子 停了一下自己寄生的超距 然后这边瑟瑟的话依旧不选择追击 逼了一个铲子出来准备走了 这个时候完全找不到介师 厂商的机子已经丢了70% 70% 英明这个机子还剩30 前锋那边慢一点还剩个40 然后介师本体也是通过队友的抱点 开始往前拉 然后娃娃的话也站到了安全的点 所以说瑪瑟这把人类的配合是无懈可击 那这边的话 女巫一个封窗抢住了自己原生的一个窗 那这样的话是只能原生 交一个闪线去杀一个娃娃 这个时候娃娃死了已经没有关系了 就可以当成一个遛鬼流的战斗流介师 基本上一个闪线换一个娃娃换一个闪线是雪传 这样的话直接投降了就可以了 这把是准备留一个战施了 战施现在依旧是一个盲女的修机速度 疯狂的抢这台机 这台机的进度是可以给娃娃抢亮的 这边战施会有个短板博弈 这一刀抽出来漂亮 还不错 可惜的是原生没有闪了 这边秒不掉战施 什么人那边好像是想找队友准备削一下了 然后这边的话有点想用守门人的寄生去双包一下 但是守门人那边不停地拉眼超距距离 那这样的话包不住 然后小迪这边当着原生的面一个翻窗加速 强行拉到四合院过板走了 无地方的那台机是天然娃娃能压好的 可以算是一个开了的机 沙包里面的小遗产现在没有人去补了 这边原生把战施堵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死了 这个位置除非小迪能博弈一个杂头 这边骗刀特别冷静 但是补了一个抽刀没有补到 补过板是补过板 但是小迪这边放板有点快 差一个极限抽刀 没有抽到要得重新掉这个原生和寄生来双包 这边的话拿寄生杀掉 这样的话他吃了一个寄生还是很赚的 这个节奏点的话场上七台机全部起修 全都有进度 娃娃还能天然亮一台 亮完一台之后还能给到足够的耳鸣 这个电量也许还能卡一个大门 非常舒服 基本上待会儿 如果人类打好一点 原生不掉就知道二挂直接就能亮五台 就不需要上挂 第二手不需要上挂就能亮五台 这边就一下机子就大概能压好 现在还差一个 应该是差废墟里边的 看看他们怎么选 他们选择修的是小木屋 那也行 那守门人修机也是最快的 佣兵这边救完人之后没有选择帮 那这样的话二十秒钟之后还得再挂一次 如果佣兵能帮这个戒狮小扛一刀的话 那这边的话戒狮是有机会遛出那个守门人的机的 因为现在是有球机加速的 守门人那个机 还得再挂 还得再挂 除非前锋过来做事 但是原生寄生现在跟戒狮走在一块 那前锋应该不好做事了 这边是在找前锋 因为毕竟有耳鸣他也知道人类要干什么 他好像是没有找到就准备签 那这边看到了前锋了 但是前锋这边一个绿拌拉球 但是没关系 前锋倒是不会死 但是这个人得挂一次 然后原生想要掉出去守拥兵的机 但其实人家小木屋已经开好了 这边前锋救一下就行了 娃娃那边不知道有没有压大门呢 这边娃娃好像是往沙包那边去 准备压小门嘛 那这样的话有点远 那前锋得多卡一会 这边前锋直接救啊 那是娃娃是来不及压门了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压门 小门没有人压 大门是有佣兵的 这边吃一刀可以很开了 他们现在是要干嘛 还不着急开啊 那边前锋再自销一会儿 在最后一秒钟开是吧 没必要啊 那这样的话 届时得死得离椅子近一点啊 不然的话这把的话是有机会爆平的 因为毕竟屠夫现在还没切东西啊 这边是个板坛 加上一个开开大心脏双冲刺 即使是有闪现 一时半会儿还杀不掉这个结石 不错啊 这边又一个板子博弈 吃一个闪 吃一个闪之后离板子还有点远 那边的话大门强开 前锋这个球量是完全来不及管 用兵守门人当面走 这个门一开基本上就完事 结束游戏 这把是一个三出 还行啊 能留一个结石不错了 他这种局说白了 要不是有一刀斩加闪现 他一个都留不了 也只能留一个结石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人类的道具啊 这把人类的道具几乎是没教的啊 守门满产 用兵满换 前锋也是满球啊 基本上就是 完全逼迫不出来任何东西啊 能杀一个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与其说人类没有给到机会 倒不如说这个女巫自己把自己逛死了 真的是光死了 刚才钓一台杀个娃娃 钓两台杀娃娃 如果女巫去到木屋追守木人 那么他两台木屋的还新修了爽修 对 但是很可惜了 就很可惜 当时 不是他开始没找到有野银了 那真的 金鸡就够了 也是比较希望他能够 杀三个杀四个杀多了 竟然如此的有道理 你敢信 复活点好像是一样的 不对 那把屠夫是出人在大门直接去无敌房 这把小长是出人在小树林直接来杀包呢 也是撞脸一个戒丝 戒丝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好的卡位 就已经开始被寄生了 这个寄生也是选择双包 而不是选择杀娃 那这个原生应该是准备要杀这个娃娃了 因为原生溜到过来 是可以架住这个戒丝的站位的 因为他提前的寄生了戒丝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戒丝拉点的话 原生打一个娃娃 戒丝拉点 女巫来讲是不亏的 因为他的原生自动走路的情况下 寄生加上超距 还是可以很快的进行一个双包 这个娃娃换的就不亏 而且娃娃杀掉了之后 女巫基本上就很难输了 这个原生放一个狗 所以说戒丝这边尽量的往远距离拉 那他小程好像 依旧是想要用这个原生去杀这个戒丝 然后寄生重新拉一个超距 这样是为了保证寄生 原生拿到一刀之后 寄生拉超距之后是继续 这边先知还在看 然后这个原生被砸了 想要原生偷偷拿一刀 然后寄生拉超距再补一刀 这样秒杀戒丝 没有杀掉 反倒是给套了一个鸟 卡了一个狗 板坛 板坛 哇 拉开了之后 这边双包的环节也没了 这边窗坛应该是还没有好 这边没有窗坛 如果有窗坛的话 这边直接死了 但是这边好像是依旧可以进这个板 这个板子一进 这个双包就属于破掉了 那么一个狗一个双包 被一个鸟和一个戒丝的 自己的砸板全部破掉 那么原生现在有个超距 蛇还必须得跟着走路 哇 那这把小程难受得一匹 因为这个蛇的位置 反倒比原生离戒丝更远 没有办法放隐身狗 而原生跟过去之后 没有狗 那么只能用寄生拉一个超距 现在小程这把不是被逛死 而是被溜死 活生生的溜死 不会是微薄的人类 这个操作加上这个鸟 这个配合 讲道理无懈可击 这边隔墙断了一下寄生 然后小程现在不知道 介绍的具体位置 对着板子抽了一刀 介绍也是一点不着急放板 是不贪这个分 就等你抽完这个刀 把板子立下来拖你的时间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战斗介绍 只吃寄生不吃原生 现在这个寄生 在介绍眼里是不存在的 只跟原生搏板 看都不看你寄生一眼 你想打我就打我 反正我知道你寄生了 我们家佣兵 你是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寄生我的 这样的话 你没有办法双帮 那么只能一个隐身狗 那么小程其实杀一个介绍 还要原生隐身狗 然后寄生还要少 那这样的话 节奏丢太多了呀 虽然 哇这边还扔一个骰子 嘲讽一下心态 恶心的一 所有的道具全吃 那么即使这把扳了前锋的话 女巫现在 节奏依旧很差 因为娃娃的话 虽然没什么电了 但是这半个电 跑到沙巴去 修个三分之一的鸡的 还是很轻松的 人类这个节奏 是可以多修一台的 那么原生掉出去的话 就没有办法架太多的鸡 只能架一台 这样的话 就其实没什么卵用 即使是没有前锋 他现在也很难做事 痛苦面具 是的 已经四台没了 这个整体进度 已经超过四台了 这边一个狗 放到了佣兵 想要逼早点救 结果这个佣兵直接救起来 也是没有打到一个佣兵刀 这一刀没打到 佣兵就很亏 因为待会儿 你再继生一下佣兵 佣兵是依旧可以 顶着继生修机 桑啊 这样的话 小城也是完全不太想管 这个戒尸了 直接把原生掉出来 不过仁皇这台机 很有可能是一个 巨大的伏笔 因为戒尸的继生 现在是拉不走 仁皇这台机 天然被架住 如果不开掉的话 小城很有可能 会在关键时刻 踹那么一脚 那一脚下来的话 可能就出大事 这边直接踹了 当我没说 小城已经不需要再关键 他知道自己的机的节奏 一定是不够的了 所以说果断选择了失常 这把他只要保一个平 先把戒尸磨死 不要让他们四个人 打开门战 但是失常的话 很有可能三个人 打开门战 依旧好打 这就是小城的果断性 仁皇机没有及时抢量 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如果仁皇机能抢量的话 这一脚失常 他都没机会 但是这边戒尸一个快摇 价值千金 手里边没有戒尸了 因为原生不在 这边机身禁板 还打不到 守门人有一个销 哇 那小城这一脚失常 又要被打一个私人运营 这边守门人 跟着戒尸一起走 那边想要用这个 佣兵的机身去双包 但是佣兵的机身 肯定是会拉远的 这边的话 机械师的机身 强行消掉 一刀是打不出来 可惜啊 我操 那这样的话 佣兵的机身拉过去 又重新被一个超距的 小城只能再次 用原生过来去 救这个机身 但这个机身的娃娃 能修好一台机身 满啊 这边两个人 由于爆点 是原生过来 准备机身 他俩也是不摸了 直接选择守门人 死挡到这一脚 失常快的小城 可有能把自己玩死 出大事啊 出大事啊 但是好在这个戒尸 现在没有人有空 给他摸刀具 这样的话 开门战就杀一个宝瓶吧 哇 这一刀守门人居然还挡到了 那这样的话 戒尸依旧能溜 哇 这双包死一个戒尸 中场的机被磨开 可以被磨好 这样小城待会儿 被逼无奈去踹一脚 然后杀包的机 他就守不住 哇 这个戒尸依旧来回快翻 还行 没什么卵用啊 毕竟是戒尸 没有太大的操作空间 这边是守门人的寄生 杀掉了戒尸 那样的话 他可能会去中场踹一脚 但是他又害怕 这个戒尸依旧的位置快摇 所以他就赶紧把人挂上 这个蛇想去中场踹一脚 不过踹了一脚 没有任何用处 因为人类已经多修了一台 他管不到的机 这边守门人 只要顶着自己的寄生 过来强行带着大心脏 救人就行了 保不保满血 没什么区别 反正他手里有铲子 看不见就能打 太猛了 这把微博的人类猛的一 一匹 守门人的寄生 可能都是压着的 跟大家说一下 这样的话 小城这把就千万不要再贪了 死杀一个戒尸就可了 这边直接喊开 喊开之后 这个位置 拥兵被尬住 拥兵只有一个护腕 戒尸现在及时倒地的话 拥兵这个位置会比较尴尬 大门就给不到压力 所以说 得三个人去小门了 那这把小城稳定杀一个戒尸 守门人那边是肯定管不到 因为手里有铲子 他现在守门人不消掉自己的寄生 其实就是恶心小城 给你一个错觉 就是让你耽误时间 浪费时间而已 这把人类 拥兵可以走地道 小门管不着 守门人先知走小门 拥兵走中场就行了 居然能保平你敢信 这把的话 小城只杀了一个 确实是被人家技术玩死 没什么好说的 被人家砸了一把 在放狗的情况下 小门那个位置凭什么被砸 只凭人家厉害 你自己猜 即便那个狗卡掉了 都是要吃一刀的 但是他就想着抽一刀 但是没想到被砸了一把 他必须得打那一刀 这种板子为什么要抽 即使放个板子的时间 你都可以绕过去打一刀 他根本不敢动的 是可以不用抽的 但是他想着抽一刀也行 但是被砸板 这个给小城上了一课 那个位置是必须要拿一刀的 拿了一刀的整体节奏会不一样 最多死中场 最多就死在中场 对 不是女巫不行了 是小城这一把打的不行 女巫是 那些忘记删括号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可能也是放出先知的一个原因吧 是 就是忘记他倒了 找着一只鸟飞过来了 确实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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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万一家 最好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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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急找到万一家 然后等一会儿 小城四杀斗武 说的好像是谁不能四杀斗武 实在 说那玩意 说那有意思吗 直接去 呀 第一个人手就是先知 好运呢 小城这把运气真好 但是这边拉点能藏得起来吗 这边可能藏住了 不过小城这个走位还是没藏住 可以 这个走位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他衡量了一下耳鸣的出现时间 以及前方远方没有脚印拉点 让他知道这个人在这狗 所以说小城其实老屠夫意识还是在的 说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操作方面差了点 这个甲很关键 这一横一束很关键 还行啊 这样的话 限制了先知进楼 那被逼出了一只鸟 也是过早的拿了一刀 这一刀如果让先知上去的话 整个楼梯口的时间垫是拿不到刀的 会很难受 那这一个夹也很关键 就是每一个交互点的夹状 都是对雕刻来讲非常重要的 这个转点的话 意味着他必须要额外再白给一刀了 这把的回忆的转点拉点 其实不是特别好 不应该上二楼 至少上二楼不应该不放那个板 你如果要是跳楼之后 不玩窗户的话 你必须要把那块板子下来 才能让这个小层 不夹你 逼你的这种 给他不夹你的机会 这个交互夹也是没夹到 这个交互翻没夹到 挺可惜的 只能跟着走 闪现现在已经好了 不过现在一直在忙夹 这个距离被拉得很远 这边可能重新上楼 跳下楼 跳下楼之后 放一个板子 可能就要吃闪了 这个位置的话 基本上走不掉了 这个板子 他应该是要放了吧 还是不放吗 想要回手掏一手 但是这边过早 露出了身位 这不该啊 老回忆 这边一个预判闪 现在倒是特别的秀 但这个位置 预判闪没有任何的用 先知毕竟是 没有什么好办法 前锋不在 这边是没有窗弹的 得进行个短板博弈 这个位置 小成的两个夹 没有卡到任何作用 有点难受 不过这个黑的 还是有用的 把他推回来了 那这样的话 不用跟他博了 还行 算是双方五五开吧 谁也不丑陋 谁也不吃亏 那么人类是一个平局 屠夫目前来也是一个平局 前锋露出来 然后变小的 博弹家在这边干嘛 这是有宝藏吗 这个位置一个撞旧 这个位置一个撞旧 这个撞的球 好像不是特别的大 可能还要再补一个小陀螺 这个 没有再跟补 这边在裁板 那是一个定点补 但这个补不是特别舒服 因为这是属于帮屠夫 这个球怎么这么大 怎么感觉这个屠夫 他没带困兽 我就说这个屠夫怎么感觉 这个球能撞得这么晕 这边退了个小闪线 为了拿一个重盖杆 这一波是开出了自己的二接 那就很舒服了 这个位置是可以秒前锋的 但这个时候前锋也是特别的稳 是不给机会 直接拉球拉距离跑 不停的往前冲 这边先知肯定是杀不到了 赶紧用雕像把这个前锋喂死 不过现在差一个 这个位置一个好了之后 前锋应该是躲不掉 这个躲掉的话前锋就要跑掉了 这就很伤了 对于小厂来讲 现在是不允许太慢的杀这个前锋的 换节奏越慢 现在越伤 因为这个前锋毕竟是一个满挂 还行 这边白雕像限制了一下 他走位 没有办法进行第二个板件博弈 还死在了遗产机 死在了遗产机 但是外面是有一个冒险家的 英兵暂时走就是了 冒险家挖一个宝过来 前锋应该把这个位满就行了 这个阵容的话 冒险家甚至可能丧心病狂 带了一个博命 这一个二楼守不住 人类特别机智 留出了一台二楼没人修得机 我的妈 这边是故意留出来的话 就是细思极空了 因为雕像是守不了二楼的 不知道卫博是有意为之 而是还是说这个巧合 这二楼这台机的话 留出来是真的痛苦 现在雕像完全守不住 那么一字强这半台机 很有可能冒险家 现在已经准备过来晾了 傭兵只要保证自己的血线 再救一次人就可以了 对此时此刻 二楼守不住的话 冒险家现在已经往一字强跑 现在冒险家 应该是有一个50的书院 这边不知道 为什么要死二楼 这样可能是想要 让自己摇下来吗 傭兵再救一次人 这把就是三个人打大心脏 已经压好 这波应该是选择压二楼 如果不压二楼的话 先知就可以去小门了 你家压一字强 也离大门近一点 也是挺好的 这边直接把书压好 未满 这台机子已经未满 现在傭兵 即使是倒地救人也行 但是这边走位特别的灵活 不如一个老救人位 现在也是非常的稳健 现在的话小城 已经没有掉下来 这边一夹夹到了 但是打到了一个椅子刀 这边偏了一个椅子刀 直接喊开全体满血 没有一刀斩 只是带着一个闪现 但是雕像 由于手势浪费了很多 现在没有办法秒掉前锋 我还要当面强行吃一刀 这个就太离谱了 但是小城很聪明 你想吃一刀进医院 然后翻窗走大门 我是不可能给你机会的 你想吃我就不打 攒出自己的雕像 慢慢玩 必须要秒掉它 不能让这一刀 让它冲刺起来 这把又是一个三出 但是他现在有一个机会 就是躲掉这个二阶段 不过这个小城也太稳了 现在是不停地 跟前锋刷数据玩 是不想攒 不想攒一波 要攒两波 百分百摁死这个前锋 因为他知道 自己这个状态 已经没有办法多杀一个了 只能再一次被无奈三出 他如果那一波上头了 拿一刀前锋 前锋一个冲刺上楼 他很有可能就会丢失 这个前锋 因为你们还记得吗 上楼跳楼的那个板子 当时屠夫闪出来之后 是没踩的 那是有一个前锋的加速板的 加速板从鸟笼再翻出去 是可以冲大门的 有一个机会四出 所以说他这波不A 那个前锋是很聪明的 行吧 色色上就色色上吧 我看地宝这样 不像是生病了呀 应该还行啊 还没虚弱到那种 站不住的地步 他还站着呢 还笑呵呵的呢 上吧上吧 宝宝来一个评局好吗 谢谢 好土 可能就是土鳖毒这个字 就会毒成好土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换咖 一个迫害呀 换个老怪咖 多亏呀 看一下迪宝这波 上来上医院里边抓人 可能会很慢 不过脚印还好 提前拉点的一个脚印 他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怕遛鬼的 这样的话 他就知道是 至少也是个祭祀 但是这边一直没有动 所以他估计应该是猜到 这边是一个先知 但是这个先知的拉点遛鬼方法 也太伤了 对于他来讲 这边怎么突然出来了 迷起来了 那边先知走位都快撞脸了 这边怎么突然换人 杀前锋 那这两波医院逛的好难受啊 不 我要瑟瑟 喝汪总 这边的话状态特别差 为了四组雕像 也是一下子没碰到 刚说完 硬生打了一波尿脸 被没碰到的 回来的那一个给夹了一下 你说气不气 然后这边九半仙 这边还撞了一下墙 没拉进去 虽然丑陋 但是迪宝现在夹不到 他也是有点伤 还挺打脸的 说你秀你就坑 说你坑你就夹了一下 拉点一个先知 走位的话 也是没有一直往前拉 再次一个折返 撞了一下小脸 这边的话 可以闪现开先知一刀 佣兵 还想再夹一下佣兵 这边瞄子先太久 被佣兵给注意到了 这个窗肯定是不敢翻的 那么强行走大空地 这边要招鸟给一刀了 可能会选择重新冲回医院 没有 这边是想着废墟继续6 废墟继续6 其实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快台板 加上一个带闪的一个雕刻 那么先知的死亡速度就很快 一会他这波吃完刀的话 他应该就不好冲医院了 现在才想起来 强行冲医院的话 会有点难受 不过好在祭司已经提前进医院 帮他布好了阵 这波进去之后 有可能直接就钻一个大长洞 钻了 这个大长洞的话 直接上二楼 那蛮舒服的 可以拉很多的时间点出来 机子的话慢慢磨就行了 让前锋拥兵修吧 祭司的话找机子也挺快的 反正 帮他打一个这个洞 毕竟是逼他快点溜 逼他多溜一会儿鬼 这样的话 跳下来之后 翻窗加速一出来 还得再跟着翻窗 这样闪现 其实一直没有什么好机会交 挺可惜的 这把这些屠夫都带闪 但是人家拉点拉得真好 感觉带闪还不如搬祭司呢 今天微博真的是威 我感觉迈克尔 翻盘机会很大 毕竟迪宝这一把的发挥 实在是 太牢了 这个闪现如果再夹不到 这个推不到 没推到 没有推出来 光夹一下是不够的 但是他这边雕像还是挺多的 也许是还能及时之损 你看还行 及时之损了 就是在里边被推出来 A一刀打死 和翻出来 跟着走一会儿再夹死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你在里边把他杀了 你也是要 这边前锋拉球过来 被看到了 就很大的机会 这边直接打断 B秒刷 这个机会就不一样 这个前锋现在走不掉 很有可能跟着一起死 双趴 哇 秒刷的一个双趴 这不是救人 这是送人 还加坏了先制的死亡速度 提前给他二阶段 这就不一样 前锋摊鸡子了 这就很离谱 鸟龙为什么要看 因为祭司那台鸡没抖动 所以他看一眼鸟龙 这样的话有平局了 这个佣兵救人 是一定来不及 去保护这个 过早迁起来了 迁得有点急 这边想要冲出去打 没什么意义 这边的话 其实可以等佣兵 再过来一点的时候再迁 不过佣兵这边 可能救不下来 人之一个二阶段 看一下 能不能再夹一炸 只要一炸 只缺一炸 这边炸到了 佣兵不敢救人 这个血线 现在前锋要拉球了 这边应该A一刀 完了没A一刀 这一刀 那这样的话 强行接大洞走 不过这个走是不能走 因为他卡遗产机 这个走大洞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边的话 就没有遗产机 卡住遗产机了 那这样的话 祭司摸也是不可能的 佣兵给了一个双趴 前锋还得摸佣兵 那这样的话 赶紧把先知挂上 别让祭司摸起来就好说 那么还可以快点的杀祭司 因为祭司这个位置 挺危险的 现在必须是一个二阶段的 二阶段就是一个质变 哇 低宝子吧 真的是九半仙给大机会 这个前锋摊了几秒钟的 机子没有撞旧成功 如果撞旧成功的话 是不会给到二阶段的 平局就好啊 讲道理 但是外边插一台满机 这把二阶段雕像 人类的道具 不是特别的充足 这边祭司已经开始被逼了 哇 直接 哇 好倒霉 这个洞打的这个斜位置 那边没有打到的一个雕像 回来把祭司夹了一下 你敢信 这个小迪天谴之夹 哇 这边还在这预判什么东西 他这边小迪怎么回头走位了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这样距离拉得更近了 那么他现在手里已经没有动了 困兽已经触发 翻窗出去 可能会直接被夹死 二阶段一炸 没有着急炸 这个节奏点杀了小迪的话 如果他能守好遗产机的话 依旧是可以厮杀的 外面要修一台满机 而前锋的血线 包括他的道具是不足以支撑 他很安全的修完这台满机 甚至还要挂在前锋这 这边一个锋是先把前锋打残准备 这个炸没炸到 有点可惜 那边佣兵选择往遗产机那边修 前锋是不能卡血线救人的 佣兵那边修机得赶紧过来 没什么卵用 不能一直修 因为前锋这边 马上就要面临着挨揍了 第一宝这个图夫是很喜欢定位找人的 你看定位找人 这个我很了解 这个比赛选手的这个打法 他现在只有一组雕像 他都要定位找一下人 这样提前的找到了前锋 那么佣兵不过来 前锋非常危险 你看佣兵不过来前锋 现在马上就死了 这个机子前锋顶不住 这边闪现A一刀 赶马赶 赶就是四杀 这个佣兵修机绝对是会被第一宝找到 因为这个图夫特别不省雕像 他绝对会定位找人 一般图夫在只有两个雕像情况下 真就不敢这么交定位 因为他觉得说 我这个定位我还不如留着打打人 那第一宝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要打针对了 他是肯定不A这一刀的 你随便救啊 然后这边一刀打出来 没有博命 只要能打中 可惜被挡住了 那这样的话 两个雕像是不足以秒杀祭司的 这个位置大空地只能炸一下 那就要换节奏去杀前锋 但是前锋死在了遗产机 而佣兵这个血线 还逼了一个忽案 这边可以挂到遗产机 然后祭司那个血线 但是不敢去修一字墙 还没有办法 还是四杀 太猛了 这边只要能守好踢墙 依旧能四杀 马上要开始定位找人 不过他这边听到了 救人摸的声音 两个人被逼着 不敢互摸 得上一下楼 拖一下救人时间 他好像是听到摸人的声音了 这边两个人聪明的话 就别着急摸满 先互相压一下 不要让他过早的知道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摸 这边卡了一下 是把祭司打残 但是打残 佣兵摸满了 这个时候不能管守势了 必须得赶紧去杀祭司了 因为祭司是一个伤瓜死 而且他脸上有个大遗产 这个数量的雕像是不足以支撑 这个佣兵救不下来人的 那边的机子很大 他现在必须得把祭司杀掉 前锋不要都行 祭司现在必须死 不能管前锋了 现在如果他再摊前锋 这边被救下来的话 哇 祭司死了 这个逆产机 哇 那两个人得疯狂的冲过去 要一起去抢鸡子了 这边是一个建设 两个人一起吃刀 好气啊 但是祭司是一个上挂死 这把至少是一个三杀起步啊 要把前锋炸死 只要把祭司牵起来 这边打气球刀 佣兵这个位置还挺危险 可能会吃气球刀 但是他没着急打 那这样的话 两个人还能跑一个 不能再打了 这边打前锋没有用 佣兵不死就没用 这边应该是只能 还是能四杀 因为现在即使把前锋爆死 这边的话 不应该打佣兵 应该管前锋 他现在雕像不够 很难去秒杀 很难去秒杀所有人 这个位置只有一组雕像 看一下 夹一下 炸一下 没有夹到 但是挡住了一下前锋的位置 还炸到了 那还行 这边可能是闪现 直接杀了前锋 前锋没自愈 赶紧交闪 他现在想要切船是吗 他想要切船 他不着急切闪 其实这个时候切闪 扔风过去 佣兵就开不了这个门 那这样就是给三杀了 跑了一个 还行 其实地宝这把处理的 再好一点的话 就直接是四杀了 这个风扔的就有点慢了 不过三杀已经很凶了 讲道理这一把来讲 人类前期玩的那么好 真的不应该 前锋把自己球用完了 秒就 然后 瘫了两秒鸡子 他没活命 对 就瘫了两秒鸡子 他右边冲锋被封了 他不先翻出去 他修一会鸡 瘫了鸡子了 这前锋 就把前锋 对大过 前锋不瘫鸡子 讲道理 我觉得 这个红教堂这个图 搬个祭祀 比佣兵还要香一点 我觉得 九半仙帅 帅但是菜 没有吧 其实他们 不是 你没必要因为一把两把的菜了 就 去给他立个人设 说实话谁都菜过 九半仙 大部分的时候还是秀的 对 第一把如果平的话 比如四 就没有比我 得三 没有吧 我记得他也秀啊 之前玩佣兵 两个无伤救人啥的是他操作的吧 而且他这个前锋 他这一把的问题在于 在于意识 在于贪婪 贪鸡子 跟他操作关系不大 他那把 纯是不清醒 因为他 离屠夫近的那个窗户 屠夫刚翻过去 疯了 他还不赶紧跳另一边窗户 绕一圈过来卡人 就人倒地 他就应该出发了 对 买给师傅谁都有 都被你们绕进去了 不对啊 怎么去 怎么得私跑 我许师不是得私啥 给我绕进去了 哇 这东西 这东西行不行啊 上活 整活了 地暴 这不给人家私跑 他练过这玩意吗 我是没见过他比赛上吧 他这是在练角色吗 他们如果 这把没打好的话 BU3小城 没什么英雄池 倒确实是微博 很容易应对啊 汪总心里一凉 对啊 我吓得都不支愣了 本来刚才低保 那一波杀前方 汪总不愣一下子 我现在又不支愣了 吓得我都萎靡了 快去换条裤子 不用不用 今天生死局 我很聪明 很有先见之明的 穿上了尿布室 成人止尿布 屁滚尿流 我尿你一脸 对啊 玩尿克多好啊 带金身了 玩方方 方方未搬 这个这种玩雕刻 大概闪现 分路坤售拉上 我以为你没穿裤子 本来我是不想穿的 这不是最近广州降温 有点冷吗 之前是光着屁股直播的 后来行行的 算了 有点 有点冻的 逼不得已 加了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级睡眠对身体好 一级直播对粉丝好 你们懂我意思吧 我也没见过 帝宝达小提琴 汪总多大了 当个裤腰带 系一下子 应该没啥问题 这一本正经的吹牛逼 真开心 每日吹牛 一杠十 谢谢白夜行的 66个荧光棒 那么软 那肯定平时软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 对吧 知愣啊 那多讨人厌啊 一点都不浪漫 在他在追的同志冒险家 也可以翻翻书页 就修得很自在 完全不会被干扰 是的 是的 那在手蚁方面 就是以前说小提琴 手蚁很恐怖 但其实 你先特别准 你其实一下这种 先特别准 你不过 你全中了 也不见得了 也就是个平 人类处理好的 说不定还是算好 就是你 你小提琴很猛 但是 但是该三号 你还是该平均 对 只要人类处理没啥问题 只要人类处理没啥问题 有直接关系 只要人类 只要人类 不给精卫处理好 再往后面翻一车 往后面翻一车 结果不会变 那个 刚才谁说给我打个死截的 你什么意思 之前有人跟我说 让我打个中国截 我都忍了 这个要给我打个死截 给我寄个死扣 我只能拿剪子剪是吗 是人话吗 你们听听 这是什么粉丝 哦 哦 别聊了行吗 再聊下去 直播间还得要呢 放过孩子吧 还要拿我直个毛衣 卧槽 有那么细吗 那是线 平时说细啊汪总 真以为我细啊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这么跟你们吹个牛逼吧 在初中的时候 同学上完厕所都抽烟 是不是 就三三两两一起去上嘛 我上完之后 人家都 都给我来一句 test goes with the legs 知道啥意思吗 这我英语 英语课代表 给我起了一个称号 翻译过来就是 两颗丸子 三条腿 很难道 后来发现 现在还不行 还是走 反正 还是 想逼回来 汪总 汪总 直播间有魏成年 别说了 不好意思 就是魏成年给我写的信 让我讲的这个笑话 我的大部分的笑话都是 谢谢若红的50个年度星光 没有人写这种东西 那我咋知道的 我写 我自己写的 我像是那么恶心的人吗 大家也认识我一年多了 你看我是那种人 我真不是 我其实很纯洁的 我一直是文明绿色小清新 诚实守信小鲜肉 谢谢五五的血平 听说因为 我一直自我掌控的很好 自律性很强 因为我听说 女孩都喜欢干净的男孩 我可干净了 我的钱都花干净了 你喜欢我吗 比你脸都干净 钱包一尘不染 裤兔一掏真空的 空气都钻不进去 可干净了 真空消菌 这小提琴杀这个阵容是真的 就是让我想到了那个皮皮家那种 如果命中率极高的那种小提琴 这阵容真的好杀 你只要别杀前锋就行 他拉球带你跑 谢谢养仙女的哈哈送的血平 换前锋了 老怪咖上前锋了 看一下这把咖之锋 这水落无声的二十个小行星 四二级一个祭祀 祭祀这个位置是不好打动的 然后这边想套路一蹲 卡视角没卡到 还能这么找 这个有点狗运 讲道理 这不是真的是在赌命 小迪这波那这样的话又成功让他从四号机安全卡出去 不过这边地宝很快的就及时的找了 这边一个线架的敢打动敢打就 这不死啊 这个地宝的小提琴是没有自信的 没有灵魂啊 这个阴符换个小提琴直接给他打断 我靠 直接秒杀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很快的击杀了 就得陪他逛两个洞了 那中场还好没有人给他放 还好中场没有人给他放板的 这样的话他拉不走太远 这边想要架一下走位 这个阴符放的没什么意思呀 可惜 那得陪他玩三个洞了 这边是防一下翻窗加速 是把他逼回去 但这把小迪好像是带的是没有创弹的 所以说没有创弹 这个走位被架住 如果大空地能吃的 哇自己往上撞 打得好波接得好 这一波闪现都省了 小迪这波细节走位 撞上了一个延迟线 这太离谱了 受不了受不了 但是机子的话还行 是一个平局节奏 某人家带着挖出来 就是两台半 小迪讲话了 我也没想到你拉得这么不准 但凡我是个人机 你也拉不着 这没办法的事情 这个东西多多少少 有一些预判性 小迪也是把屠夫想的厉害了 那么一点 回头走位 一般是最正常的 这把老乖咖 一个拉球过来 直接撞到了 正在想打减速的地方 这个球就没有起到 什么好效果 这个雷弱也敢翻 翻是必死的 如果这个线拉不到的话 第一宝可以退役了 这个线拉的 还是挺完美的 挺自信的 这样的话 咔咔子就属于 一波刷 刷雪条 早就了 这把人类是一个平局了 往下 左边的机子都没了 赶紧调上来 我不会算机子了 谢谢你 这边自从出了这个东西 我现在都不怎么算机子了 说实话 本来我以前算机子算可准了 自从看了这个 我经常蒙 我发现这玩意干扰高手的 地宝的线拉的 少了一点自信 少了一点那种味道 不过没关系 他这一把的话 还要点吗 不赶紧当面点亮 还行 及时抢亮 秒亮了之后 带着自己的小人出去挖 这个祭祀的话 可能是要刷了 不过现在是一个二阶段有闪的 这边的话 还是有博弈空间 这个地宝是想直接吃枪啊 这边是想打一个二阶段音符 那么这个空军的走位 还行 这个站位挺安全的 是躲住了这个无穷洞 想要打一个针队 哇 这边空军蹲下了 突然原地一跪 然后低着头 躲了一个刀器吗 没有就是说法 开个玩笑啊 这边还被先拉到 一个无穷洞 一个着急直接撞到 这边加速走位太快了 没有办法 很好的校准这个无穷洞的距离 那么是一个双趴 而且是没有博命的双趴 这把又是一个三杀往上 哇 这空军 今天的酒 今天的酒 要继承进了吗 有进步啊 老九毛台已去 二锅头来 好久 好久 哇 这机子就完全不够了呀 把恭喜XR那个进一下眼 你干什么呢 悄悄地说 小点声 你怎么有一个人站在那呢 修炼成果 是的 但是这环米马 其实掉的眼睛七八八了 对的 一个人站在那边 有 有 进步 可惜 哎呦 那个 那个人 这个老毛一家 站在那边 你都没看到吗 这把 小鸡星 他是把 给我 整个心 给他一刀 这把三杀 是吧 前锋还炸鸡了 老该咔 修机没修好 还得原地起个岛 Scare 祈祷完了又要被打 我怎么这么高兴啊 真是该死啊 我是一个中立的专业解说 不行不行 这边看一下手势 直接秒救一下 秒了 枪都没交出来就死了 第一宝 这个 哇 一个无穷动 冒险家还没有躲掉 节奏续满 这个时候 如果去守二号机 而不杀冒险家的话 是有四杀的 但是他想杀冒险家 那么这边的话 冒险家就必须得 遛一个半台级的时间 但这个时间其实很快 基本上躲一个 这个线能躲掉 基本上就遛掉了 不过这个位置 这个线架着他的走位 没有办法了 潜速走位 走路太慢了 还得躲个无穷动 又得站一下 这样的话距离拉不开 那么这边还是有四杀机会 看老怪 看满球 有点怎么秀这个闪现 但是这边应该是有一刀斩的 还是半血 手上有闪 但是他有球 血是满血 除非他有底牌 不然就是满血 但是 有底牌吗 这玩意应该是没底牌的 这玩意应该是一刀的 他得面对闪现一刀 但是他是满球 你不亮你是半血 你还得躲音符 你亮了满血 你还得躲闪现 想了想 感觉没啥区别 亮不亮 还是别亮了 亮了屠夫会加一速 反正都得吃闪现一刀死 然后你亮了屠夫 会增加移动速度 这个倒是真的 这个线 他现在是能不踩就不踩 因为他现在踩了 减速线的话 他受不了 他一定溜不出来 而且 他不亮有个坏处 就是 他亮不亮都有一个坏处 就是屠夫 如果要是站的 一个慢翻 这个满球死 这把是带枪死 带球死 带洞死 带输死 好可惜啊 但是 散现就没交出来过 这把是天然让了对方 一个召唤师技能 你知道吧 有点猛啊 这把低薄有点猛 这把的话 感觉低薄打的 其实不应该这么顺 因为我看得出来 这个小提琴没有那么屌 这边有 对 有点运气成分 有点运气成分 庆祝一下 不然 那个什么一下 我们把涂鸦再凑一个给大家 有人看过这个视频吗 去哪了 找谁啊 找牛仔啊 小阿牛 哇 阿东东上来就能开启 六轨模式 真香啊 而且他不拉教堂中间 还是选择先后绕一波 这个位置还挺容易拉钩的 你别说啊 这个位置是挺容易拉钩的 他一直走大空地 他想要绣鞭子 看看是灰板还是灰屠夫 他就想灰板拉距离 其实牛仔六帮帮真的是 拉得好就行 满图跑 带着他满图穿 帮帮六个炸弹 还真就没什么好机会啊 一直没有没有足够的距离 这边拉板加速 拍完板子弹窗加速 就不停的拉啊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还拉了一下机子 又是一个拉点 哇 那这样的话闪现都好了 还在陪跑 现在帮帮六个炸弹的 没有机会炸 没有足够的距离啊 非常的痛苦 应该是想要吃炸弹 强行翻了 但是小程这个炸弹扔的 也是属实有点捞啊 那这样的话是交互炸都炸不到啊 这边又是被拉一个超长的板啊 然后加一个过板加速 那这样的话过窗加速 可能好了一半多了啊 外边的话机子也修了很多 在自己的钩子 还能再勾两次 又重新带到小门这边拉 前面还有一个大长板 现在邦邦连脚印都没有 已经完全找不到人 预判不到这个方向啊 非常的痛苦 外面是有鸟的 闪现已经好了一万年了 这个位置再拉一下机子 无限的陪跑 无限的逛啊 这个位置一个炸弹 在空中无敌 而且二连弹好像是没连上啊 那个炸弹消失了 那这波的话是直接被溜死 这个是幼年邦邦 这个是胚胎邦邦 是吧 这个二连弹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完全炸不到那个窗口位 这边不肉烫 还在这块准备要撞一下 非常的恶心啊 这个邦邦现在心情已经 怎么说呢 像吃了三斤一样 非常的痛苦 还要时刻回头提防那个前锋 那个前锋 由于节奏太好 也是非常的嚣张啊 在你脸上不停的搞事情 阿东东现在也浪起来了 在大空地准备想 非常的丑陋啊 不过没关系 这个屠夫也依旧炸不到人啊 也没什么事啊 也毕竟 两双方的一波博弈 也是看得出来屠夫的操作 他现在一点不慌 所以走到大空地 不拉板直接进墓地 所以说这边的话也是 挨了一顿揍 不过是没有被秒掉 那有点可惜 那这个邦邦确实是六个炸弹炸不到人啊 目前来讲好像是只蒙中过一次 这个炸弹完全炸不到 只能靠平A流啊 这个说实话不如厂长 讲道理玩个厂长杀人更快啊 满球不如烫 现在站在远处啊 观望 这个位置拉个球过来 撞了一下小南瓜 但是小诚没看到你敢信 非常的nice啊 双方演员现在正在互相标演技啊 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演四而不见 这样的话 通缉了一下拥兵 拥兵那边的记得30% 这边不如烫 如果能撞好 因为他的球量还是可以撞的 还有半颗球 目的这个位置还是蛮好撞的啊 直接拉过来 因为小诚现在是 这边还套鸟撞 但是太稳健了 小诚现在六个炸弹 根本没有扔 一般帮帮手撕 都会不停的铺斜脚炸弹 铺很多炸 但是他现在六个炸弹 也是一个都不铺 被一个套鸟前锋有失无口 那这样的话 一个钩子又重新隔窗钩 这个挺帅的啊 又拉了一个大距离 但是前锋现在没有办法 帮他补撞 那么鸟也给到了前锋 现在想要溜出这半台机 还是挺难的 他现在没有道具 这个二连弹还是挺有水准的啊 终于是打出了一个 像模像样的炸弹 我定时炸弹 加补一个 啊 这三连弹还好炸到了 这个位置三连弹 炸不到就过分了 一般来讲 不需要定时炸弹 或者你只扔一个定时炸弹 秒杀就好了 这不需要扔一个定时炸弹 再补两个炸弹吧 那扑的也太满了 这是一种没自信的表现啊 满球 满户万佣兵 现在是带着大心脏来救人 这把已经是三出几步 而且这把闪现 由于交的比较晚 现在是开门战 也是没有办法有闪现 但是牛仔现在没有什么道具 看一下小城的帮帮手势怎么样吧 这边捕路 这边不停的 这边捕路不停的骗刀 想骗不出来 那这样的话 一个恐惧之色 非常的帅啊 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很帅但没用 现在炸弹不是特别多 先撇个定时 消耗一下血线 然后攒一个三连弹 牛仔已经选择自杀了 甚至不想动 这太膨胀了 因为他只是知道 你这把没有摇了一个三 还不错啊 这边帮帮这把是没带 不然应该能摇个四啊 他也是知道 你这把带了一个闪现 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开出技能 所以说即使是一动不动 你也是没有办法切传送留人的 皮起来了 双方已经玩起来了 摇了一个三 所以三出啊 如果是摇了一个四的话 小城这把准备放地道了 连大连的不是特别好啊 是这样的 如果摇了一个一的话 唐哥和佣兵不路 应该就回来送了 那这样的话也是最终是攻击 最终的胜利 没错 而且他们今天也还能再拿到 两个手